他说医生你其实不是 我自己现在不是流行 维他命A吗 A的衍生物吗 他还去特别去找精华液 然后再买个小波 然后拿个面膜纸 就给他泡着 他就说你看我自己 自己制作的 自己调的最厉害的 医生都说成分要单纯 最单纯了 他就给他这样敷上去 敷了15分钟 他就开始觉得刺痒 他想说 他刚进化液加了不少 血本很重 所以就给他撑到半小时 半小之后就开始更刺痛 来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小时多后 他脸上已经有脸在 出水出煮之意了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对A酸或A的衍生物的 一个过敏反应 所以因为A本身 虽然会有去角质抗老的作用 但是它本身就是刺激的 所以我怎么会说 怎么找C晚A 其实C是早晚都可以用 但是因为晚上 我的A是有刺激性的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 提醒大家说 也有一些比较不好 不适当的减压方法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 喜欢用抽烟来减压 然后现在我们 对于传统的这些止烟 大家都比较有一致的共识 是说他对身体不好 像一个新兴的 就是一些电子烟品 跟加热烟品 这些实在是越来越普遍 而且年龄层次在下降 我们现在常碰到 有时候是还在学生的阶段 他们就彼此学习 觉得说这个还好吧 他们觉得说这个电子烟 就加一些烟油 又没有像传统里面 有烟草 有什么会很臭 泥骨丁 对 而且那还香香的 有一些水果香 什么焦糖香 咖啡香都有 还有一个叫加热烟 它是一个像小小的电子 泥骨丁柱一样 那就加热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说是这样 因为它毕竟里面 泥骨丁还是很高 那如果他们都很习惯 用泥骨丁来减压的话 我觉得我们形容说 泥骨丁的身体吸收之后 它就好像一个黑洞一样 因为它会刺激我们 你要像任何事情 你都需要靠泥骨丁来减压 渐渐的以后 你做每件事情都需要它 可是你想事情的时候 来吸两口 你忙到一半的时候 吸两口 你要睡觉前都会吸两口 一早上起床就想要吸两口 这样就越来越依赖 像我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因为 其实也蛮年轻 年轻就当爸爸 可是他小朋友被诊断出说 有点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缺习有状况 他就压力很大 那结果自己就选择 用这个所谓的电子烟 来当这个减压的方式 他就越抽越凶 有一次我帮他算他的剂量 因为大家都以为 他那个加电子烟油 就加一些也还好吧 他一天电子烟油算起来 几乎一天抽了三十 三十到四十根烟 因为那个电子烟油 你觉得他加一点点 其实整个尼古丁算起来 一天是将近一包到两包 他说那么多 我说对 你知道 那个尼古丁 你吸的就吸很多 他后来就变成说 他什么时候都一直要 吸的那个电子烟油 这样来减压 然后当我要帮他做替代说 那我们想办法就用一些 刚来宾在问说药物 我们用一些比较抗焦率 帮助入睡觉说 就很难调整 药就越加越重 越加越重 才慢慢把这个习惯脱离 所以最好是不要去尝试 这种东西来解决 不要瞎跟流血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下一个是什么 维他命保养公司正红 没跟上 皮肤就会变差 以前一直有一个保养迷思 他就觉得就是 越好的东西就越贵 所以就会觉得 有钱就应该要买 最好的保养品 来保养自己的皮肤 所以我一开始 就会想说去买一些专柜的 可是涂在脸上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奇怪 过了很久 它都还是黏黏的 然后隔天要去上工作的时候 化完妆就会 就是化妆师会戳到那个 蟹穴 然后会觉得很丢脸 感觉像蟹蟹 后来我才去发现 原来是我的皮肤不适合 它没有办法吸收 它就只能残留在 你的脸上面 然后又碰到一些 化学的粉底液什么之类 就造成你皮肤上面 会产生那些蟹穴 要结块是不是 对 然后后来我反而是 回归到最原始的 就是简单的保湿 然后一点点保湿 动膜或粘胶 这样就好了 然后反而皮肤越来越好 其实那个起屑 不一定是它东西浓度很高 就像玉米浓汤很浓 事实上它是勾芡了 所以它那个会起屑 事实上它那叫 它是胶体 但有时候是蒸愁剂 有些喜欢保湿品 那点勾勾的触感 不是太吸的 如果碰到其他的保湿品 的交互作用 或是遇到粉 就会戳戳戳就戳出屑来 但这也反映出 可能它吸收不够 没办法吸收 它就变成负担了 其实现在保湿是每一个时期 都有一些流行的趋势 这阵子很流行的叫 找C碗A 大家有没有听过 找C碗A 其实C跟A都是传统的成分 像C大家都说 会美白 会抗老化 会产生胶原蛋白 那A可以干嘛 A可以抗老 可以代谢 可以消炎 可以去粉刺 去角质 听起来都是蛮棒的成分 但是大家跟流行 也要看自己 有没有体质跟得上 我就分享一个案例 有个20岁的一个小姐 她来皮肤科 她口罩拿下有点腼腆 因为拿下来之后 她脸上一个全红的 但是中间一个白的 一个白的正常 然后这边界线好明显 那我们皮肤科本来要向侦探 猜这是什么过敏 但这个答案就写在脸上的 就猜明显了 这根本就不需要专业的来看 就知道面膜过敏 我说你到底敷了什么面膜 他说医生 你其实不是 我自己现在不是流行 维他命A吗 A的衍生物吗 他还去特别去找精华液 然后再买个小波 然后拿个面膜纸 就给它泡着 他就说你看 我自己自己制作的 自己调的最厉害的 医生都说成分要单纯 最单纯了 他就给它这样敷上去 敷了数分钟 他就开始觉得刺痒 他想说 他刚进化液加了不少 血本很重 所以就给它撑到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就开始更刺 来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小时多后 他脸上已经有脸在 出水出主之意了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就是 对于A酸或A的衍生物的 一个过敏反应 所以因为A本身 虽然会有去角质抗老的作用 但是它本身就是刺激的 所以我怎么会说 怎么找C晚A 其实C是早晚都可以用 但是因为晚上的A是有刺激性的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的要试的话 可能从局部 或从三天一次 两天一次 渐渐地变成每天用 其实保养品很多流行的趋势 但是说实在 还是要适合自己的肤质 或有人指示 那才是真的 因为我们常常 不是都会收到那种很多公关品吗 然后我每一次收到的时候 我就每天在家都一直涂涂摸摸 然后有一次 我大概可能也是用到 不太适合自己的产品 因为它可能有带酸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 我没不长痘痘的那种皮肤 可是我那一阵子用完之后 脸上就开始一颗一颗 这样子触摸 它都可以摸得到颗粒 然后是一直不断地在冒出来 然后我那天想说 那可能我收到的某一项东西 我就要先停 然后我后来那一阵子 只要有需要抹在脸上的东西 化妆品 包养品 我就全部都变得很小心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为什么 你知道就有酸民心态 就是女生照片很漂亮 然后我每一个我都会放大 每一次我就想说 不可能只有我那么倒霉 会长那么一颗一颗 然后每一次谁讲那个东西 用很好 我就会一直这样放大看 然后想说应该是就是 滤镜开很强 就怎么可能这种是会 就是只有我的份 发生在我身上 哪有那么衰的 对 前一阵子我刚好跟 以前就是经纪公司 那些模特儿的姐姐们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他们年纪都比我大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皮肤 真的用吹痰可破来形容 而且每个人都是淡妆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我说快点你们就最近做了什么 是有去医美打什么的吗 去保养进场干嘛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都说 这个现在就是很普通 因为我们去医美有的时候 不是只有打东西 有时候去做连什么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 我跟你讲快点 你把手机拿出来 那个我们现在就帮你约 因为如果你预约 那个太慢的话 要等三个月以上 立刻帮我约 马上打给医生 我们拜托怎样怎样 但他们就刚好有提到一个东西 他们就说日常保养 跟你进场 有的时候维修做保养之后 使用的产品 就现在就是都在喝这个 就是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喝看看 因为它真的非常好喝 是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讲说 他们有时候自己去做完脸 然后平常就这样 每天当日常保养这样喝 喝一小包 然后它就等于说 会让我们的修复期缩短 然后把我们脸上 你所做的一些保养 把它发展到最大化 乃哥有没有觉得很好喝 好喝 对 因为我很怕甜 只要一入口甜 我就不要了 我也是 那它其实里面就是 天然的红石柳 下去做调味 它完全没有加糖 或者是调味剂 那他们有通过 无添加认证 其实每个月 都会定期的抽减 没有塑化剂 然后也没有重金属 或者是雌激素 所以你喝到身体里 我都觉得是非常安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像我自己最近 一个月的使用以来 我发现我的皮肤是真的 变得很好 摸一下 摸一下 一定要摸一下 哪个 看了就是水嫩水嫩 你要不要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真的很嫩 很嫩很嫩 吹长就滑掉了 好可怕 你不错 这个很厉害 像前一阵子状况比较差的时候 可能就是还要用很多遮瑕 但是近一个月 我发现你遮瑕 我自己遮瑕用量越来越少 内在保养其实是更重要的 外在保养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内在保养 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那当然脸上有一些小瑕疵 我觉得在所难免 但至少不能影响到工作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 姐姐们分享给我 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体感 然后来分享给大家 真的 那我前一次看到你 看到不一样 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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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保养它很重要 不管是由外而内 由内而外都很重要 没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 我们下期见尾不是 我们下期见尾不是 记得尾不是 我们下期见尾不是 我们下期再见 也可以尾不是